台中一名诚信骑士在路口闯红灯 跟另外一辆也是闯红灯的汽车发生了碰撞 骑士连人带车被撞飞重摔在地 而在苗栗则是有重机骑士 行经台三线时撞上一面而来的小货车 另外在龙井发生了自小客车回转之后失控 整辆车横跃分隔岛撞上车辆 造成五个人受伤送瘾 如果大家依序往前突然一辆病逝车失控 横跃分隔岛冲过来 后面撞掉 你赶快好好看 再看一次这画面 东东 病逝车就像海豚跳水上芭蕾 飞起来 撞过来 前面的车惊险闪过 乘客驾驶惊声尖叫 他大回转打滑直接撞过去 到底意外怎么发生的 路口监视器拍得更清楚 自小客车疑似加速过猛 回转后失控绕了一圈后 飞越分隔岛撞上白色自小客 自称加速过猛 回转后失控 横跃分隔岛 网友说是在玩GTA吗 屯跳我给满分 这一撞造成五人受伤送医 镜头换到台中市向上路 与大关路口 机车闯红灯过马路 这时左边一台轿车 也是闯红灯 碰撞在一块 碰撞瞬间 骑士连人带车被撞飞 零件四散 事发在台中市向上路 与大关路口 其11年次的陈信驾驶 被撞后进到家户病房 而台三线120点1公里处 不少重机在这里过弯压车 蓝色重机骑过来 一个抛物线一面撞上小货车 车祸过程被民众拍下来 双方九车只均为零 一次因为注意车前状况 急让车而酿货 肇事责任还要厘清 警方也特地到现场拦查 希望能够减少车祸 记者中部庄报道 昨天中午 加以阿里山 发生了登山客跌落山谷的意外 有一对夫妻行经了阿里山 特夫也顾到 54岁的太太 不小心跌落了20公尺深的鞭波 消防局获报之后 经过了8个小时 顺利将妇人救出 而妇人头部有外伤 但意识清楚 立刻送到医院救治 救援的路上困难重重 搜救员跋山涉水 还必须扛着遇难女子 看起来相当吃力 遇到山坡时 还必须倚靠绳索 才能将人拉上来 女伤者痛得惨叫连连 事情发生在24号中午11点45分 有一对夫妻行经阿里山 特夫也顾到3.7公里时 其中54岁的太太 不慎跌落20公尺高的偏颇 先生急忙报案 警销合力前往救援 因为路途艰辛 还遇上雷震雨 延误搜救进度 消防员总共耗费将近8小时 才将他顺利送医 头颈肢体多出受伤 索性意识清楚 消防局也呼吁山区天雨路滑 登山客务必注意自身安全 以免憾事发生 记者嘉义综合报道 新北市泰山区一间 违章铁皮工厂发生了火警 由于厂房里头 存放大量的易燃物品 火势延烧到其他的旗间工厂 现场不断传出了爆炸声响 还飘散浓浓的烟味 范围过及到新北市的 五谷 新庄 芦州 还有台北市的社子跟北投区等 另外在澎湖 青梅渔港 也是发生了火灾 两艘渔船跟七台水上摩托车 气火燃烧 海巡火爆派出了水炮支援灭火 巨大红色火光伴随大量浓烟 火蛇不断窜出 远远看过去触目惊心 黑烟和火蛇直往天窜 火势猛烈 消防车一台接一台抵达现场 大火烧个不停 爆炸声也响个不停 消防队员不敢大意 一边出动机器人涉水灌旧 一边外围警戒 新北市泰山区这处违章铁皮工厂 24号晚间金船火警 一开始只有两间起火 但由于里头堆放木材和铜装等物品 火势迅速蔓延 最后变成八间工厂烧起来 一共有八间 那目前我们整个派了四个大队 那大概有267个人 人烧面积超过2000平 烧了七小时才扑灭 好在无人伤亡 不过现场飘散的烟味 却扩及新北市五谷 新庄 卢州 还有台北市社子 北投等地区 提醒居民门窗关警 而被助容肆虐的 还有澎湖七美渔港 整艘渔船陷入火海 消防队员拼命涉水灌救 烈火冲天 海虚也派出水炮支援灭火 这场火烧了两艘渔船 还有七台水上摩托车 突如其来火警也吓坏民众 不过到底怎么烧起来的 附近旅宿业者表示 有听到爆炸声响 一次水上摩托车先起火 一台烧一台 再延烧到渔船 船主看到想救船 已经来不及 索性火警没有伤亡 不过为何起火 恐怕还得进一步调查 记者新北澎湖综合报道 台中市益分局的远景 执勤经过路口时 发现一名男子 心机可疑上前拦查 这个男子先是假意配合 却是突然间转身就跑 远景一路骑车紧追不舍 最后男子自摔 当场被逮 事后调查发现 原来这个男子是一名通气犯 因为害怕入肩服刑 才会趁机烙跑 嫌犯在远景的面前 不敢报上自己的姓名 只好转头烙跑 35岁的无性男子 位于规定穿越马路 遭巡逻远景蓝亭盘查 他刚开始假装配合 却趁机逃逸 远景一路追捕 最后嫌犯自己摔倒 让优势的远景当街制服 原来王心嫌犯 因爱被通气中 怕自己入狱被关 一路躲藏 该名王姓男子78年次 因遭通气 为罪不愿执行 而一路躲藏 见景靠近盘查 浑身战斗 同仁早已试破 王楠的伎俩 王楠自知 瞒不过转身逃跑 原本想赌个运气 不料被拦查 不但对自己的身份证 自号和姓名支支吾吾 还浑身战斗漏了线 抗拒半天 最终还是落网 一送法拜 记者中部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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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